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3的题目 第一题,求下列的直线的斜率和Y拮据 那这边呢,调整一下 隐轩呢,他把5X跟加3呢,拉过去对面 过后呢,再把这个负全部呢,就乘一个负 那当然其实最比较快的做法呢 你是观察到Y有负的话呢 你去拉那个Y过去就行了 对吧,你一拉那个Y过去呢 就是Y等于5X加3 对吧,就可以直接得到这一步了 Anyway,这个就是看你们自己好 就熟练了一个一个一个方式了 那我我我会 当我有我的建议的方式 我看到很空,所以要写多一点 OK,什么道理 OK,那我们得到呢,写率是5啦 那Y拮据呢,就是3啦 OK,就这样子,很简单 这题是非常简单 所以是蛮空的啦 那这个呢,3Y是正的 那我们就拉负 然后拉这个2X跟这个减6过去 再除以3,那我们的M呢 就会是负3分之2 那我的Y拮据呢,就会是2,就这样子 第一题是很简单的啦 那这个的话呢,3X拉过去呢 变减3X,2拉过去除就负2分之3X 后面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如果你补一个加0的话呢 就比较更容易看出来 你的Y拮据呢,其实就0 也就是说它会经过远点 那这个写率呢就是负2分之3 OK,这个就是C的题目 Donkey的话呢 Y呢,减3拉过去变3嘛 就是Y等于3 那Y我们刚才讲了Y等于3呢 就是一个横线 横线对不对 横线Y等于3 就是这一条 就是在这边经过这个3的这个点 它横线的话呢 写率为0 因为经过这个Y拮据应该是3 所以你从图形可以看出来 当然尹轩呢就补了一个0X在前面 这样子做好像也OK 补了一个0X的话呢 写率就为0了 它的这个3呢就会是它的Y拮据 那这样子看起来也是OK 再看一下第二题啊 这个呢就有6条线 他就问呢,哪两条是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啊 到底是平行还是垂直 那我们一项就算得出来啊 我直接看结果就好了啊 这个你们自己熟练看 做看啊 所以第一条线 它的斜率是-1分之1 第二条线呢 斜率是2 第三条也也是2 第四条第五条跟第六条呢 都是-2分之2 那我们写的时候呢 两个斜率相同的话呢 就是平行 那这边呢 2和3是平行的 那你会看到四五六都是平行 我们不会写四跟五平行 四跟六平行 五跟六平行 啊我们可以一起写的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写法 四平行 L四平行L五平行L六 啊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有点像是A等于B等于C 它是有连贯的一个作用 也是同时可以看出来是 四也平行六 四平行五五平行六 四也平行六这样子的意思啊 所以这里是连贯的一个宪法 啊然后呢 垂直方面的话呢 斜率相乘等于负 负一 那就是L一跟L二 那哲隆的话呢 就漏了另外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二跟三是平行的嘛 那没有理由一跟二垂直 没有跟三垂直的吧 OK 所以这个应该是漏了 一 还有一跟三 还有一跟三 OK 所以这个答案呢 要要要注意了 如果我跟二垂直的话呢 就一定都会跟三垂直 因为三呢 跟二平行 就这样子 再来第三题呢 我们有L1 跟L2 互相垂直 它要你找K是多少 那这个Austin呢 它就调整 导到L1的斜率呢 是负五分之三 至于L2的话呢 调整了之后啊 这个它怎样调呢 我看一下 它把这个拉过去 我不是 它把负乘进去 把K呢 拉过去 3也拉过去 过后2减K呢 拉过来除 拉过来除 所以这两个的斜率相乘 等于负义的话 这里又会有负负得证 3K除以5 5乘2减K 这个是负义 好像有点跳步了吧 520减5K 乘过去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3K 等于负10加5K OK 所以这个拉过来是2K 这拉过去呢 10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K 是等于5 OK 算是对了啦 算是对 再来第四题 如果我们的直线 然后L1跟L2是平行的话 那 这个直线 直线L1的外拮据是多少 我们其实并没有要找B 当然你是可以先找B 尹轩的做法 我怎么形容呢 有点是天门的感觉 他的做法就是讲说 我乘以6 乘以6 乘以6 过后呢 我们再比较一下 我平行嘛 我的这个斜率要相同 这里12 这里12 这样这里-9 这个也一定要是-9 也的确没有错啦 的确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啦 所以但是呢 你必须要把这个B呢 再放回进去 也就是说 我是2X 减去2分之3Y 加9等于0 因为你要找Y结局 你并不是要找那个B是多少 如果把这个减拉过去 就会得到2X加9 等于2分之3Y 我乘以2除以3 就会得到4分 3分之4X 9乘28 18除以3得到6 所以这题的答案 他给的是6 因为他要找的是Y结局 OK 不是找到B呢 就很开心了 OK 好 大概是这样子啦 就漏了 就是你要看清楚题目 题目问的东西 跟你找的东西不一样啊 那你的分数就会少了 这个也是一个常常学生会看 就是忽略的部分了 那第五题 求过这个点 还有跟这条线垂直 刚才Jerome呢 是用了这个M等于负三分之二 直接放进去 如果你直接放进去是平行啊 所以这个要垂直的话呢 你要取负导数 负三分之二变成二分之三 OK 那只是 2乘过去得到2Y减2 然后呢 拉过来右边的话呢 就3X减2Y加2 等于0 这个就是他的直线了 很好 那第六题 呃 第六题啊 就是阿斯汀做到 做到有点奇怪 为什么啊 2Y加7等于0 如果你把7拉过去 就得到负7 Y是等于负2分之7 有没有X在里面 整个其实没有X的 没有X的意思是什么 Y等于一个一个值 就是它是横线来的 它是平行于X轴的 所以它的斜率为0 你也可以讲说它是0X减去2分之7 0X 所以它的斜率其实是0 斜率为0啊 其实就是Y等于后面这个值 所以其实可以直接看出来Y等于负4 或者你可以把它拉过来Y加4等于0 所以这题其实蛮简单 因为它斜率为0 再来这个要看后面 我先看一下题目 求过这个点4-5 然后呢跟这条线平行 我们一般的刚才 刚才我一直教大家的做法呢 就是调整找它的M 它的斜率出来 再用点斜式找 但是影轩呢就不要 就是要跟我唱反调 然后他就想着说 既然L1是这个3X加4Y加5等于0 然后呢他就讲说既然平行 这个应该也是3X加4Y 只是它的C会不一样 也的确没有错咯 又给它弄对 然后呢要怎样找C呢 他又把这个4跟-5也带进去 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它放了4进来 放了-5 这个曾进去-20 4-3-12 12-20等于-8 拉过去呢加8 C就会等于8 然后呢你再把它丢回进去 为什么要看后面呢 你多一步把这个从操地变 就是你的答案了 3X加4Y加8等于0 就是你的答案了 其实这个就是答案了 为什么你们很喜欢呢 要把它调整这个模样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是是是这个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的 可能你们的老师觉得 一定要用这个Y等于MX加4的format 其实不需要 在同考里面呢 我们用一般是呢 作为一个答案的标准的 这样子可以理解 所以为什么我讲 你最做到这步其实就够了 如果你是讲Y等于MX加C 这个4要分开除 4要分开除 -4分之3 减去2 这样子啦 anyway我们认这个答案就可以了 我们读中的话 读中同考的标准呢 我们用一般是 最后一题啦 最后一题 这个正方形啊 有两条边他给了 OK 那你如果去调整啊 整理的话呢 你会看到出来的是 他的写率是互相垂直的 然后啊 他就讲我还有过这个点 2-3 你如果把这个点 带进去啊 你会发现到呢 诶 这两条线都没有过这个点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画图出来是什么意思 他给的这两条线呢 分别是 分别是零边 因为他互相垂直 过后他给的那个点呢 是没有经过 不是这两条的 就是没有经过这两条线的 所以我们要怎样做呢 既然他有经过这个点 然后呢 又给了这两条线 我们呢 只需要用 跟这个平行 经过这个点 还有跟这个平行 经过这个点 我们就可以 找出另外的这两条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用三分之二 这个写率 经过这个点 2-3 我们用点斜式 三分之二 然后经过这个点 加3-2 点斜式 调整出来 2x-3y-13 等于0 这个是其中一条直线 另外一条直线呢 斜率呢 就用-2分之三 也是经过这个点 好也是加3-2 可以 啊 然后呢 就展开了啊 总之你自己看 慢慢看到 展开整理啊 就会得到3x加2y等于0 这个是另外一条线 OK 呃 看起来大家哦 感觉上呃 可以理解啊 对整个做到都还蛮不错 OK 非常好